自動追蹤什麼呢?這個7 不過這個追蹤的方式 其實主要是透過Ctrl向下 所以你會發現因為這邊有一個什麼? 題目說明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東西記得把它刪掉 或者是在中間插入一列 為什麼?因為它不屬於這個範圍裡面的其中一部分 但是它卻存在,所以怎麼辦呢?把它刪掉好了 只是一個說明 這時候Ctrl向下才會追蹤到 那因為這邊還有一個缺點 沒有一個欄位名稱 所以理論上最好還是要有一個欄位名稱 不然的話很容易追蹤 如果你從A1Ctrl向下 它會停在這裡 那我怎麼知道追蹤會成功還是會失敗 很簡單,你先透過什麼 游標放在某一個儲存格 Ctrl向下 就可以知道了 那如果說Ctrl向下發現卡住了 那你將來寫到程式裡面也會出錯 你可以先test一下 那也許這邊的話也許多一個欄位名稱叫姓名 也許這邊的話 加一個叫姓名 讓它那個 給它這樣 那你游標放這邊Ctrl向下 它也會追蹤到 那這樣OK之後 再來就是撰寫程式 還記得那個程式嗎 其實只有幾個字而已 但是這幾個字不用背 很重要 因為你未來一定會需要自動追蹤 不然的話你這個回圈寫完 下一次又增加一列 或增加幾列 那你不是又要再改這個數字嗎 OK所以一定要記得 寫法一定是從哪一個儲存格追蹤 我從Range 假設我從Range的A2好了 從A2向下追蹤 那我就告訴他說呢 我要從這個儲存格 幫我向下追蹤 那寫法一定是寫一個Range 當然你寫Sales也可以 可是用Sales 它要先列在欄 我覺得比較不好表示 用這樣的方式呢 直接打A2 感覺會比較直覺 OK 所以基本上 在回圈裡面的 通常會用Sales 在回圈外面 或者不需要做那個列 藍的變動的話 那我習慣會用Range OK 這個大概就是一種習慣性 當然你這邊用Sales也OK 那你打一個點 點什麼 點End End指的是 它這個範圍的邊界 邊界裡前刮鬍之後 打一個End有沒有 它會問你上下左右 那你打一個前刮鬍之後 你用選的 我比較建議用選的 因為比較不容易打錯 在後刮鬍之後 打一個點 點什麼 點弱 意思是說你要 向下追蹤之後 抓到的列是哪一列 那這個列的話 是一個屬性 它會從邊界那個屬性的值 幫你帶回來 所以最後帶回來的結果呢 自動會追到7 所以會把這個7 帶回來這邊 所以這個結果會是7 那未來如果說你多一列 多兩列 它這個數字的話呢 會自動變動 OK 比如說我現在 假如呢 又多了兩個人 那當然呢 它自動會向下追蹤 Ctrl向下 追到9 所以自動會變成9 這個還蠻重要的 所以未來 當你寫完之後 你可以再把它 改成這個 向下追蹤 那這個的話 如果你一下 記不起來 沒關係啦 其實雲端裡面 或者講義裡面都有嘛 上個禮拜的東西 你可以把文字函數 這個 打開來嘛 下一次 如果你有些東西 記不起來 像我自己習慣 是到雲端上找 因為我有時候 自己寫過的程式 我忘記了 那沒關係 自動再找一下 那雲端的好處 就是下一次 可以怎麼樣 再找到以後 Ctrl C Ctrl V 有時候 其實如果 類似的東西 你要重新寫 浪費時間 所以有時候 自己 所以像我 雲端上放了很多範本 後來同學 學過這個課之後 同學 最有用的就是 這個東西當範本 因為它之後 就拿來改就好了 所以他們 學完之後 用最多的 通常都不是重寫 通常是 拿 既有的 來修改 其實來修改 就已經很好用了 那 之後當然 它已經 純熟之後 它就可以做得更複雜一點的 OK 然後呢 如果它想要 再更上一層樓 它就可以在基礎上 再往上 OK 那這種東西 其實 其實不一定是VBA 其他語言 用法都差不多 其實像我教過的程式語言 基本上超過十種 那如果每一個都死倍 我怎麼可能記得那麼多 因為他們之間都是很多都是相通的 那我其實學不同的語言的時候 我不是從頭學 我其實我只有學一個部分 就是它跟我之前學過的語言 有哪一些不一樣 我就針對那個不一樣就學習就好了 不然的話我怎麼可能從頭學一遍我就累死了 這麼多東西 其實我後來看了一下 其實好像也都差不多 大致上的邏輯都一樣 只是一些語法不太一樣 改一下就好了 所以甚至我雖然不一樣的語言 可是我可以把以前寫過的範例 改一下 又一樣了 反正基本架構都差不多 邏輯也差不多 好 那我們剛剛寫這個東西 可以把它拿來抄 或者你可以拿來參考 那後面清除也是一樣 所以你這個漆有沒有 可以把它拿來改一下 改一下 這樣的話呢 又可以下下追蹤 那當然你就是可以直接按下去 有沒有 它就可以清除 不過好像格式這個地方 我剛剛是沒有把它改那個 改那個至終 所以這邊的話 至終會跑掉 當然未來如果你要至終的話 可以再加一下至終的那個 那個格式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做完那個向下追蹤之後 再來就把它改多重 因為現在輸出是合格不合格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把它改成ABCD的話 那其實 只要1 把成績這個 Ctrl 鍵按住 複製貼上 成績這個名稱 怎麼樣 改成要成績多重 因為名稱不能一樣 好 這應該沒問題 再來的話呢 範圍一不一樣 範圍一樣 輸出的位置一不一樣 也一樣 那我只要改什麼呢 把這個 如果是80分的話 是改成A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當然是 AOK了 可是還有B C D 對不對 那怎麼做喔 其實接下來就是 VBA 如何處理多重 其實也很簡單 1 請各位注意一下 把剛剛改的這兩行 複製 2的話呢 Enter過 移到最前面 貼上 貼上之後呢 請你把什麼呢 改成什麼 70 改成B OK 這個喔 有沒有 跟上面一樣的 只是把邏輯改一下 這個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特別注意喔 一個邏輯裡面 只能夠有一個if 你不能有第二個if 如果你第二個的話呢 很簡單 直接把這個if 前面怎麼樣 加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elseif就可以了 OK 反正 這個叫做 這個是首先 這個是其次 那如果 再來一個其次呢 很簡單 Ctrl C Enter一下有沒有 移到前面 貼上 這邊改成多少 60 這邊改成 C OK 這樣就OK了 所以反正喔 第一個啦 一定就是if 後面的呢 都是elseif 看你要幾個啦 反正一直elseif elseif 一直下去就對了 那剩下來的 就是else 這個叫除此之外 上面已經不知道了 反正我都判斷完了 剩下來的 我也不確定還有沒有 如果我們有的話 那你就給我什麼 就是給他剩下來的 剩下來就低了 就是不是80 70 60 那剩下就是60以下 那就什麼 就低了 好寫完了 應該可以理解啦 應該沒什麼太複雜的 一先把這個什麼 複製過來 多重 然後改 改這個吧 這個 改完之後複製 多一個else 多一個else OK 做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做什麼呢 就是把它執行看看 直接執行 有沒有 OK吧 一模一樣 好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 就是把那個成績 清除 還有成績多重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好 那這個邏輯 未來用到的機率 非常非常的高 好 所以未來如果你要處理資料裡面的話 用到的機會 用到那個資料 通常一定有回圈 回圈裡面呢 通常會有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的話呢 可能會有 兩重的邏輯 合格不合格 或者是A B C D 有多重的 那這些我想你可以把它當樣本 以後如果說有遇到類似的狀況 其實可以拿這個來參考 並且可以拿這個來修改 有一些東西 這規則 因為規則你一定要follow 你一定要跟它是一樣的 但是不用死背 OK 有些東西也許一下沒辦法記得那麼牢的話 沒關係 至少你有個樣板 那雲端上其實也都有啦 所以雲端跟講義 裡面呢 如果你剛剛的東西一下沒辦法記得很熟的話 也或許可以再參考一下 那個雲端上面的東西